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下录影的部分 我们现在都还是用线上版 这个我先离开 反正现在大家就不用进来 你可以用你的自己的去试看看 来我们先从左下角这里 左下角这边 如果你想要建一个新的简报 你就从这边建一个新的也可以 或者是你就直接开一个新的投影片都没有关系 你看我就开一个新的 然后你选一个你比较喜欢的背景 好吧 你来选一个你比较喜欢的背景 我们先从这个这边先录看看 录一下那个感觉 好 假设我就在这里啦 好 这里我就出现了 就不要再淡化了 OK 好 进来在这里 那我们要来录什么呢 因为说真的其实录影团体 或者说我们讲的这个虚拟摄影棚 这样的概念 其实老实讲 你如果单纯讲功能 就没有什么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然要分享一些东西 那我先来问一下大家 你看我找那个键盘 哦 来这里这里我们找一下键盘键盘 我来问看看各位 你看我们这个键盘啊 上面有一个按键对不对 叫做什么 Windows那个按键 这一台怎么没有 哈哈哈哈 这一台 哎呦好 哇 哦有有有的 在这里 你家 这里有看到有没有 这个是Windows Logo的按键 那我要问一下大家哦 请问你平常有在用这个按键吗 有没有 哎如果有的 你帮我按个 3好了 哈哈 就是微软的这个Windows的按键 哎 还蛮多人用的 我有点讶异 你平常有用他 会用在什么功能 你们要不要开麦克风 我都鼓励大家开麦克风 哈哈 好 Windows加I去 好 旁历同学 你已经升级到Windows11了呢 有没有 旁历同学你是不是升级到Windows11了 因为Windows加I去叫做什么 叫做 语音输入 然后 只愿说荧幕截图 荧幕截图的快速键是哪一个 在这边 Windows 加上谁 加上Shift 再加上S 哎 我哎呦 这个唐力馆有认真 哈哈哈哈 有有认真上课 好好好 对礼拜二我有介绍 就是 15吧 然后 哎 Windows加Q 是做什么 搜寻 对 隆隆 这个就是截图 难道都没有别的吗 都没有的 平常如果按这个是什么功能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开始 对不对 哎 好 那 我今天就来分享 可是我要把它录影哦 哎 我们来看一下 来来 这 你看 我就用它来录影 但是在这里我是不要 怎么办 我要录影啊 那我有 几个需求 来 我把前面的这几个投影片 我先把它删掉 好 我把它删除 他告诉你删除之后不能复原哦 好 我把它删除掉 你 我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常的就是 录制的方式这样子 好 这里 就把它删掉 还有人补充一下 只愿说 Windows家居 哎 这个也可以 不过 用Windows的录影 好像档案稍微比较大一点点 然后 他原本这个功能 他主要是用来录那个叫做什么 录那个游戏用的 好 OK 那你看哦 我就 这样子 然后呢 我先加个文字吧 好 这里 我们来分享 有没有 Windows 按键 其实我有写一篇 那个部落格文章 是专门介绍这个Windows的按键 好 什么 什么 功能 好 那因为呢 有些同学有参加过 做那个 礼拜二AI的课程嘛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标题不够吸引人 你知道要去哪里吧 啊 我们有分享一个叫Chat Everywhere 啊 对不对 哎 我们以前分享过的 当然可以把它拿来用啊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里 好 我要 哎 刚刚那个唐力讲的有没有 我要写一篇 Windows 按键的 功能介绍 逗号 你可以帮我 提供几个 比较有去吸引人的 标题吗 好 妈 写错了 OK 这样有没有偷懒 所以礼拜二上的 礼拜六一样可以用好吗 好 有没有 哎 从新手到高手 嗯 这还不错 好 我就决定用这个主题啦 回到这边来 所以各位有感受到我们 就是这样玩的 好 建立 你看 这样是不是就我的第一页就准备好了 当然第一页如果我不需要出现 我就把 自己淡化一下 OK 然后我们再来增加 第二个投影片 我就准备来介绍了 所以我这个地方 不要淡化 我人要出来 好 你看第一张没有 第二张有 好 第二张有 那 但是在这里 我要先介绍 那个内容 那你有几种方式 我们刚刚也有白板嘛 对不对 就这个绘图 你可以拿来用 那我也可以直接分享我的画面 比如说 我看一下 我要分享在哪里 看一下 这个萤幕太多 也有点困扰 要分享在哪里 哈哈哈 好啦 我先从这边 我的萤幕分享 然后我找一个 我分享在 好我另外一个画面 好 来 我用Google Meet那边的画面 但是我用我整个萤幕的 好 其实你现在看到我的 这一个 有没有 这个萤幕 就是 各位Google Meet那边的 好 那 我就分享 OK 来 这样你看到了 你看画面是不是都抓进来的 对不对 那我的这里 那还是继续保持淡化 好打开 好 那如果我要全萤幕 我就全萤幕了 反正我现在这边就是 等于我的萤幕操作给你看 好 OK 那 你现在看到这样子 我来这边 这个是带我操作 录影的 我先从这边 这里 我把它拉大一点点 好 这样这个字 应该 哇 糟糕 他刚好 断在 剩下一个字 通常我这一种 我就会把它分开了 我就 强迫 把它分开一下 看会不会好一点 哇 没有 哈哈哈 好吧 分一斗 是 这里 如何使用 高 的工作效率 因为像这些 他那个断行的部分 有时候确实 如何使用 这里 嗯 这样就 比较OK一点 好 那我就可以开始录了 你看哦 录下去 321 对不对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从新手到高手 学习如何使用Windows按键 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好 哎 分享荧幕画面 哦 已经有了 为什么 嗯 连结中转 好 OK OK 我再分享一下 这里 好 这样进来了 好 那 我们呢 在Windows这边 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这个键盘 哎 我把它丢到里面 OK 哦 其实我们平常呢都会用到这个Windows按键 刚刚呢同学已经有提到 几个工具可以用 对不对 好 就是Windows 加上什么 哎 我可以把白板绣出来 绘图绣出来 那事实上我也可以在另外一个荧幕上画 也可以 好 都一样 在这边 我可以用 法阻直接打 也OK 好 那我直接用另外一个 这个 压下去之后 你看我在另外一边 好 好这里 有没有 跟我刚刚一样 哎 我在这里Windows的按键 好 刚刚有同学提到的 他加上H FGHG的旁边在这里 好 如果你是加上H Windows加上H 他其实就是什么 语音输入 好 当然这个是只有在 Windows11才有的功能 好 那刚刚还有同学提到 Windows加上什么 最右上角的这个P 哎 不是Print哦 是什么 投影 哎 我们常常 你看 我们 有投影机 或者是有 双萤幕的时候 我们按下Windows加P 好 加上P 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 我是要同步 还是要延伸 好 像这样子 那还有什么 刚刚同学还有提到 Windows 就是加上 Shift 加上S 好 这个的话呢 就是 新版本的Windows的抓图的功能 哎 抓图的功能 你可以用这样子 去做截取 好 不过之前 前一段时间啊 他刚好有一个资安问题 哎 但是应该已经修正了 就是 你用的这个功能抓的图片 假设你有抓一些就是需要隐蔽的资讯 我们会用什么 会用模糊化 对不对 会用马赛克 但是呢 哎 这个 有做等于没有做 因为 然后清晰的图片还是存在那个档案里面 所以后来他有做这个修正 所以如果以前 你曾经 用这个抓过 哎 比如说有一些账号啦 密码啦 哦 或者 比较不适合公开的资料 做过 模糊化的 哎 可能是要留意一下 好 那除了这些功能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 有呢 还有很多别的功能啊 你们只是没有特别去用而已 还有什么 来我们分享一下 Windows 加上哪一个 这个ABCDE的E 哎 Windows加E 会变什么 开档案总管 哎 哎 他会打档案总管打开哦 这样就很方便啊 对不对 所以你每次要打开档案总管 就从这边 直接打开就好 那Windows 还有什么 哎 加上TAB 哎 加TAB 那这个是什么功能 平常我们在切换应用程式 同学可能会看过这一种 啊 你们没有看到画面 因为我的在另外一个萤幕 你如果是 ALT 我们最常用的切换应用程式 除了从最下面这个 直接切换以外 我常常会搭配ALT 加键盘上的TAB 但是这是传统的 可是你Windows加TAB 哎 一样的功能 但是怎么样 比较炫一点 它会不一样哦 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 这里 你看 有没有不一样 现在你看到的是就不同 事实上我们Windows10之后 有增加一个虚拟桌面 好 它有虚拟桌面 你用这个按键就会看到 好 就会看到哦 所以平常 你是按这边才有 就是下面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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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就是虚拟桌面 所以 如果说你有需要两个三个桌面 然后各自开不同的应用程式 就好像双萤幕一样 你也可以用这种功能 在下面这边直接切换 好 那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功能 还有呢 我偷偷看一下我的Notion笔记 好 哦 P1TAB 哦 我知道了 还有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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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常大家没有开的 来我问一下各位哦 你们的那个Windows 你们的那个Windows的 剪贴簿 平常会记得几个 哦 有人还有提供有没有 同学还有提供这个 哎 按下D就回到桌面 对 没有错哦 其实你按下M也可以啦 Windows加M也会回到桌面 那R就是执行 哦 那Lock就锁定嘛 D 哦 OK 但是呢 我要跟各位讲的这个功能大家比较少用的就是 平常大家的Windows剪贴簿 有没有发现他永远都只记得最后一个 对不对 他都只记得最后一个 那如果你希望哎我有更多的 其实平常我都是这样用 但是我不是用Windows内建这一个 来你们看一下 嗯好糟糕 这样被我挡住了 来这里这里 你看 我有用过的剪贴簿内容 有没有都留着 所以我可以 哎 你们 你们现在 看我的画面 应该有 这里有 就是我都会留下来 那如果你希望 透过Windows内建的软体 你可以搭配什么 你可以搭配这个 Windows 加上V V 因为平常我们复制贴上你是Ctrl加C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Ctrl加V 那你现在呢把它改成Windows加V 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不一样哦 那你看我按下去哦 这个哎我把那个 好嘞 我把我的按键把它秀出来 嗯 我们家的哦好不见了没关系 来 Windows加V 好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有没有 他会出现这个画面 他说哎 请请你 要不要允许 就是 我们把那个多重剪贴簿的功能 把它打开 好如果我把它开启 OK 那你现在看到他抓到我们现在的 第一个 对不对 第一个那个剪贴簿的内容 那如果我在这边我再来复制一下我的图片 好 按右键我把这个图片复制起来 好 我再把这个文字 把它按右键复制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你再按 Windows加V 你有没有发现 剪贴簿的内容 有没有被 记录起来的 所以你随时要用这个你就打点他 你随时要用另外一个变成图片的 我就是用他点下去 甚至你还可以编辑 那如果呢 你有需要 你可以把它置顶 这样就不会不见了 这样了解吗 对不对 这个功能平常大家比较少用吧 因为预设他没有开 好 那如果呢 你有登录 也就是说你在用Windows10或Windows11 你登录的时候 就是开机的时候 有登录Windows的账号 你可以选择把它的剪贴簿同步 那这样子你在别台电脑 你的剪贴簿内容就会跟着同步过去 好 这个是你用他内建的 这样会的吗 多了一个对不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在哪里 在这边 来我打给各位看 这个 我们Windows 如果你想要用表情符号的话 怎么办 Windows 就是加上那个一点 就是那个 逗点 据点 那个一点 哎 你看 点一下 有没有表情符号就跑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按下去 这样就有了哦 那这些呢 都是你只要在能够输入的地方 只要能够在输入的地方 为什么打不进去 反正这边你就可以 难道这里他不支援吗 应该有 只是现在大概卡卡的 OK 好 那我就录到这边哦 你看 这样不小心就录了10分钟了 好 录完了 好 我先回到这边 你就可以先查看一下 对不对 好 看你要继续录还是要把它存起来 好 我把它存起来 这样我是不是就有一个片头 再加上我的录影的内容 这是比较简单的方式 这个 那一样 我就把 Windows加V 有没有 登登 这样是不是就进来了 好 下一步 好 复制起来 那我就分享给大家了 好 这样 你来看一下 我刚刚录的影片是不是就好了 所以你知道平常我怎么 怎么用的吧 但是我们后面还有更完整的一个流程哦 因为这里面我可能还需要剪接嘛 对不对 就像这样子 有没有刚刚拿一个按键是你不曾用过的 突然有感觉到原来Windows 也还不错 来来来我们请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刚刚哪一个快速键你觉得 比较好用的 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介绍的里面你有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用的 还是已经忘光了 刚刚我们上面有几个对不对 好 你看看 有哪几个 就是 Windows加H 好 这个 语音输入法 很重要 哈哈哈 其实升级到Windows11真的有不少人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因为有些人就是说打字速度没那么快嘛 那你能够用讲的就很方便 而且你看 标点符号他也支援啊 他有自动跟手动的部分啊 我刚刚用的方式就是手动的 我要他加我再跟他讲 逗号 句号 冒号 问号 这些都可以 有没有 然后多重剪贴簿其实很好用啊 对不对 只是平常大家都没有注意过 Windows终于有内建这个功能 好 那 我让大家稍微练习一下好不好 给你自己练习看看 就是你先建 看是要建一个新的简报 还是根据刚刚他预设的 你就来 新增投影片都可以 你简单的先用这两个 好像这样两个 先试看看 那你录好了 就OK 你可以把它跟我一样 请你把它分享到上面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 大家一起进去看一下哦 看看你录制的效果如何哦 刚开始录一定会吃螺丝的 这很正常好吗 我平常自己录的时候也 很常吃螺丝 来啦 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 好的 来来来 这里 让大家一点时间 稍微录看看啊 玩一下玩一下 好 你看哦 我们这样用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会不会很难 没有嘛 对不对 不管你是拿来当开会用 拿来当这个 录影用 其实使用上都还OK 但是 我刚讲的 你有一个地方 他就是 录影完 必须要 传到他的SERVER上 这是他的一个 比如说新版本 他希望说 让你都可以同步啊 所以他的一个做法是这样 但是旧版本就是 直接存在你的电脑 这种方式有好有坏 好 那 你看哦 如果你要看你的影片 请记得从这边 有没有 嗯哼这边 有没有一个叫我的影片 你就可以从这边打开他的网页 好 这里 像我们刚刚的 有没有就一段到这里来了 所以你从这里 很抱歉哦 在这里还不能下载哦 有没有 他要下载一定要点到里面去 其实他这个上面就跟我们那个什么 那个叫做 YouTube一样 他上面也会做 你看 观看次数啊 那些统计 好 所以 他很希望说就是 有点一条龙啊 就从你的录影 从你的视讯会也好 就是这些呢 我偷偷帮你串在一起 那以后你就到我这边来看 好 你看 大家可以这样切换投影片哦 有没有 切换到这里 切换到这里 是不是都有 好 如果你是不同的投影片 我就可以等同 这个就是我的章节嘛 好 我的章节 那我就可以在这边 直接去跳到 我要的地方 所以 放在上面也有好处 反正我分享的 别人就可以看得到 但是重点是我们要下载 对不对 下载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躲在很里面 下载影片档案 因为他比较希望你放在上面 不要偷偷下载回家 好 那你注意一下哦 他下载下来有没有就是这个 MP4的 好 所以你就看你要放在哪里 我就可以把这段影片下载下来 这样子 好 所以 这一段我有空我就把它变成 我另外一篇教学文章 其实我以前有介绍啦 但是因为后来有在增加嘛 好 我们就把它存起来 哎 我应该存到 这个 6月10号的 好 在这里 这个是 把它记录一下 快速键 OK 好 所存 这样我就把那一片 影片呢 就把它存下来了 所以特别留意一下 他下载的位置藏着比较里面 所以如果说你 没有特别留意的话 很有可能这个会 就是没有看到在哪里 这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可以吧 所以录影的部分 我先 做到这样子 做到这样子 让大家可以 理解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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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